久等了久等了 因为姐哥刚刚我在上播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期待你们的到来 所以这一次我们帮大家 同时邀请到 七位非常朝气蓬勃 而且又充满活力的 少年们来到家里直播间 欢迎我们的时代少年团的七外成员 再次掌声欢迎 来了来了我们的直播 来了来了来了 所以还是要 大家一定要先顶及右下角 转发按钮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 分享到微博以及朋友圈里面 让更多人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 那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一群非常年轻 而且朝气蓬勃的 小弟弟们好不好 来那我们一次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 马嘉琪 欢迎欢迎 哈喽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 丁程兴 哈喽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 宋亚轩 哦厉害厉害哎现场的掌声呢 你们比较运气和运气的掌声啊 我们直播间可是很热闹的啊 来我们继续 哈哈 哈喽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 林奥文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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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 张振元 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 颜浩翔 来咯欢迎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 贺峻林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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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这位所以你们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来自我教对不对 可是每个人都要回自找 所以觉得感觉怎么样 嗯 感觉 感觉 本位太棒了 本位太棒了 好啦那今天我也有很开心的可以一起在直播间里面 跟大家一起见证我们时代少年团带着全新的身份 李夫全面膜大使 首次跟粉丝们见面 大家感觉就是第一次这样的见面 有没有跟平时的活动有点不一样 但是开心啊我觉得今天还蛮放红的对 很新闻因为是开年第一工 啊真的吗对 开年第一个工作在你家起直播间 对对对对的 哇塞我太荣幸了 我们太荣幸了 看到微博上很多人说今天晚上他们要忙死了 因为好像你们有两档综艺会同时在今天晚上播出 对不对 大家也可以多多的一起帮助我们关注我们时代少年团的那些综艺节目啊 对对对好啦那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对我们今天特别开心 因为专业健康以外是李夫全的这个品牌底链嘛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作品去治愈大家 然后让大家感到开心 有更多的治愈力是不是 是的 而且我觉得使用李夫全他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 嗯 而且会让我们很有治愈力 很有治愈力 对 然后我知道李夫全是一个为了一个新产品 然后反复测试的和研究这种坚持和就是不断钻研的精神 我们直接学习 嗯哇厉害厉害厉害一看做了功课的团体来了啊 好强好自己的代言自己一定要很认识他那有没有就是看这个产品吧这些设计都是那种蓝白色的感觉 所以你们今天穿的衣服也很漂亮 干干干净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而且就是李夫全的面膜吧 就是有时候大家熬夜的时候就是皮肤会有小困扰的时候就可以用它 这个措辞比我还原厉害 肌肤有小困扰的时候 哈哈哈 你们家肌肤有没有小困扰 特别棒啊特别棒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把这个治愈的力量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诠释把它表达出去 就是让更多人能感受到这个治愈的力量 嗯嗯 我觉得从今天你们来之后我觉得我的工作不再难了 因为我都是一个人输出关于这个产品的理解 你们是对于这个产品的理解啊七种不一样的输出 而且每个人说的还不一样 来我们这次掌声特别棒啊 那李夫全爸爸在对面整个笑得开心了死掉了 哈哈哈 真的开心 哈哈哈 对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时代少年团也是首次做客直播间 对 所以你们对于直播还没有来接你们会觉得直播是个什么样的或者紧不紧张啊 我就觉得家琪哥直播间好专业啊真的吗 真的 对 那我们专业的 家琪第一次来到家琪哥的直播间 是 啊像是在像是在 兴奋 像是在干嘛 像是在啊 对马家琪李家琪 哈哈哈 我们两个见面你觉得怎么样 很神奇 很神奇 哇这个阶段太好了 那小丁呢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第一次进直播间的话 就是开心和兴奋吧 对感觉 呃如果是很困的状态的话 一下坐在坐在这已经不困了 已经不困了 就是要一直吃那种很心情饱满的 对很心情饱满的 那小丁 就是从知道要来家琪哥的直播间 是 就是很激动 因为可以听到现场版的买他买他 哈哈哈 我等会跟你都说你去买他买他好不好 在现场 好那我们小刘 其实特别开心了 已经准备给我妈打零我妈 给我卖 卖卖卖卖 所以你妈妈平时会看家琪直播吗 真的啊 我姐姐会看会看 谢谢姐姐谢谢阿姨 谢谢哈哈哈 你们的全家人 哈哈哈哈 啊 我也是 一来就特别期待 而且我特别喜欢never家族 真的吗你喜欢never家族 哇啊 好可爱 天呐never 你何德何德啊女明星 女明星你来玩一玩吧 你来玩一玩吧 好我来 整个还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never never 哎不理我了 好了整个耍大牌他在那 哈哈哈 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 那小言超级兴奋 oh my god 我真的来到了林佳琪的直播间 oh my god 谢谢谢谢谢谢 我就觉得说 佳琪哥的直播间就是听说很有魔力 然后今天我在现场听到就是 54321上链接的这个 因为是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开始了 好了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几轮的问答 那今天其实我在 你们俩之前发了一个微博 然后我们在 微博上蒸集了 大家非常想要问你们的一些问题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一次回答好不好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很就是很想要知道 你们在过年期间 分别有没有什么很有趣 或者是很好玩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有趣很好玩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 我跟小专章 小专章今天是跟我一起回去过年的 去我们家过年了 而且北方人啊 重庆人吃不惯那个 比较淡的 我妈就给他做那个辣的菜 够不够辣啊 哈哈哈 就不够辣一直加辣椒 整排太挤辣椒了 但是很过瘾真的很过瘾 我一盘全摆在我面前 我一盘全吃完了 哦 特别的温馨 特别的温馨 我是因为回家过年 因为刚想放松一下 然后当天前天晚上 见了我侄儿 就跟他开玩笑说 你明天叫哥起床 叫舅舅起床 哈哈哈哈 叫舅舅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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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当真了 第二天早上 他七点起床叫了我 我说我在想 啊我放下好不容易困一次啊 我觉得这么真气 竟然叫我起床 所以就是在家里面没有 就是睡懒觉 没有睡懒觉 天天天天天天起点 就叫舅舅起床 哈哈哈哈 哇 说了家乡话了 你们又一个心愿满足了 家乡话都说出来了 好特别特别 来我们小宋 有没有什么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趣的是就是去了一趟深圳 哦去了深圳 然后去了一个餐厅 就是在 好像在 空中 空中餐厅 然后360度就是全是玻璃 所以好玩吗 对 很好玩 哈哈哈 会恐高吗 旋转的 哦 所以体累一下空中餐厅的感觉 那我们小刘有分享一下好玩的事情 我就回去的时候 嗯 我弟弟他们都会唱妖精管 哦哦哦 就天天天在家里面给你打歌 然后两个人在那一起唱 然后我有两个弟弟们 是 小一个孩子 是 我们三个就在那唱 哈哈哈 还有有时候调不准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调你得 再高一点 哈哈哈 就当孙岳老师 心无证哈哈哈 哇 回家过年好不容易休息 不在那当孙岳老师还要教一些弟弟妹妹们去唱歌 但是工作过年 但是工作过年 不好在自己家里面还要开始打歌了啊 哈哈哈 那小张呢 就是刚刚去他家过年 这个事情不能再重复说了 真的吗 对啊 可是我想最有趣的就是在他家过年 哦 最有趣的啊 这不主要是吃那个北方那个甜米 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 甜米 我也对对对 我也是我妈自己做嘛 我做那种糯米那种蒸的 那种 是糯米饭 哦 糯米饭 哪怕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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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不感觉不太一样就是 哈哈哈 可能是哈 你有魔力吧 嗯对是吧 感觉吃饭都能多吃一碗 吃饭都可以多吃一碗 虽然在那边没吃几碗 是因为中国不大就是就是地大舞国嘛 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少吃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分享一下大家喜欢的东西啊 那我们小妍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哇感觉大家过得都好有趣啊 我在家就睡觉 天天睡觉 哈哈哈 就放了七天的假我回家前面四天就是每天平均睡十八个小时 哈哈哈 哈哈哈 很开心 就是啊 我那个睡12点睡到早上上那个中午12点 然后起来玩一会儿又起一睡 这些叫不玩了 嗯六七点的样子然后起来精神了又玩了一会儿又开始睡 哇大家都很羡慕你可以这么能睡啊哈哈哈 来我们最后 我我就是那个 那个放假回去的时候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它是那个自助餐嘛 自助餐 然后我就去挖那个冰淇淋 挖冰淇淋的时候呢就有两个小孩站旁边 然后有个小孩先在那挖我就在那等他 然后等了之后 那小孩把那个勺给我之后 我就去拿那个小碗 是是是是 拿那个小碗的时候另外一个小朋友真的 哎那个叔叔 哈哈哈 你能把那个碗给我拿一个 哈哈哈 完蛋了都要叫你熊熊 看到我叫爷爷 然后我就非常严肃的瞪着他 叫哥哥 哈哈哈哈 你跟我是一样的哈哈哈 就是所有小朋友只要 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结婚之前都一定要叫哥哥 哎呀 非常严肃的简单 因为我们今天的场地有限 所以我们就坐着来参与这个游戏就好了 那好我们等一下呢 就会在时代少年团一起演唱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首歌的时候 当歌词中出现 你跟我的时候不能唱 用动作来表现出这两个字 啊 听懂了没有 明白 只有一个人觉得 哈哈哈 对就是这样 如果谁动作就是谁出错最多 就要惩罚他 他在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前面 用两倍速来跳 要你管 OK 你有没有尝试过两倍速跳舞 没有 没有 有跳 但要你管 那你管 好不好我们来玩一个这样的小幅度 那 那这样吧 你们来出一个动作 我来出一个动作 等一下你就要用这两个动作来 在你跟我的时候分别做出来 OK 那你们觉得想要做什么动作 出一个什么 哪一点 我 我是这个 哈哈哈 你确定然后打到对方吗 哈哈哈 是怎么样 就是我 行行行行 这样 好 这什么奥特曼是吧 奥特曼是这样了 所以奥特曼再过来一点 他也不是奥特曼 这个 西装太紧了 过来呀 他动的还紧了 西装太紧了过不来 我们就奥特曼 我们就这样 我们就这样 那这是我的动作 那 这样吧 因为今天我跟他们在下午的时候 学了一个你们传奇的动作 就是这个 对不对 那我就是这个动作 然后你就是这个动作 只有我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好快 好难 准备了 准备了 来所有女生跟我一起当采判 好 好难啊 错的最多 真的 弹幕上刷出他的名字 他就要接着很拔了 一个人觉得好 哈哈哈 好了我们要来认真的观察一下了 来我们开始放音乐吧 好的 好浑浴啊 嗯 要跟着节奏 哇 可以自己来节奏 太简单了 来咯 声音大一点了 第一句是我要动 第一句是 来咯 来咯 只有 一个人觉得 好看吗 自己的拍 谁也默默素颜醉意 满分的美丽 我的话好像背景 只有 一个人觉得你好看 哎 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难哦 好像我作评的 哎这个没有你我 happened 哦 甚至他都没有 联系 啊 小人 没关系 吹 haar 哈哈哈 又来了 加油 哦我也有这段 哈哈哈 只有一个人觉得好玩吗 哦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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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h la oh la oh la 厉害 辛苦辛苦 所以你们觉得谁错太多 哈哈哈 你还好意思去指别人啊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是最可爱的一个就是唱歌的时候最可爱 可爱的丁哥 你们觉得要谁接受惩罚 丁哥 丁哥啊 真的吗 真的丁哥 来吧 哈哈哈 来吧来吧 叹气了 丁哥叹气 两倍速要你管 哈哈哈哈 这样两倍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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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两倍数要你管 来 我们放下两倍数音乐的要你管 两倍数要你管 心大一点心大一点 你怎么跳啊 到哪啊 忽略 你转发 我好看 Dir 哇好厉害 小龙人 厉害厉害 哇 果然是专业的太厉害了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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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么样 现在所有的弹幕全部要刷专业 专业 有热起来吗 我觉得七天没跳过 还是要多重的练习一下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让我们的弟弟们一起稍微的放松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接下来呢 让弟弟们也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讨论一个话题 也就是他们首次担任李夫全面谋大使的一个话题 这是我很好奇的一个点 就是你们工作这么忙的时候 你平时是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护肤技巧 或者是你们平时的护肤流程有哪些 就必须要做的护肤流程 护面膜 护面膜 因为之前是 对之前不怎么护肤 因为小的时候皮肤好吗 对 现在也很小 现在就多了 因为压力大 然后工作又忙 然后化妆化的多了 所以现在会开始护肤 对 有什么就是有点小小的小技巧 或者是小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B5修复面膜了 对 这个真的很好用 对 下一个就不能再说B5修复面膜了 哈哈哈哈 不是爸爸这里直接垮下来 回到家 呃先用水 洗一下脸 要洗下脸 然后再用抹布 啊不是 哈哈哈哈 还在吗 还在吗 洗脸巾 不是不是 洗脸巾 再用洗脸巾 擦肝 然后用那个 K5 对 对K乳K乳K乳 对对 然后抹在有痘的地方上也可以 这句话说的很专业啊 没有选错产品 K5抹在 有痘的地方 是的 厉害厉害 这比跳舞更紧张吧 哈哈哈 说实话有点 说实话有点 妈妈有点 我觉得 呃以前 其实我不怎么护肤的 对 白尔赛 他确实 皮肤真的 他说不护肤 是真的他是真的非常好 他是 确实吗 他这个真的 然后就是 皮牌爸爸整个垮下来 哈哈哈哈 我经 说说说你经常护肤 就是 呃 就自从接触了理肤全面膜 就是感觉步骤 呃补水步骤很简单 啊 就护肤其实是很简单 就是专业的 厉害厉害厉害 好那我们 小刘 我其实我是天天敷了 天天敷 因为 穿不敷吗 哈哈哈 他的面膜都给你敷了 他不敷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 他说那你敷吧 然后我就敷了 啊就是天天敷面膜也是皮肤会变得非常好的啊 那我们小张 我就是看状态有时候状态真的很不好 一片面膜感觉状态回来 哦哦 厉害 我晚上有时候敷了面膜都容易睡不着你 哈哈哈 因为本来很困 然后突然面膜就醒过来了 哈哈哈 所以面膜要早一点敷 就不要那么晚的时候敷 好 那小燕 因为我特别有用 因为我之前有长一些痘痘的 然后但是最近我也是天天在敷面膜 其实现在也好很多 嗯 是 好那我们小赫 我的话特别是我这几天春节的时候 因为会成都了嘛 然后吃了又又又又辣啊 然后所以说我每天晚上都会说来敷一个这个面膜的话 就是一是他用起来特别简单 是然后他效果也特别的好 我觉得我自己用起来 所以说呃我这七天也没有长痘 哦也没有长痘痘 就特别舒服 特别舒服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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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让就是弟弟们就是在说一些不方便的东西真是为难他们 那真的非常非常的谢谢 《时代上电团》的成员们来到嘉义直播间 那等一下佳琪会带来李福全三款明星产品的一个秒杀福利给到大家 那先让我们的就是弟弟们休息一下 稍坐休息一下 十分钟之后我们会再次回到佳琪直播间 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那佳琪就在我们的带货区给大家带我们三款李福全非常非常好 而且明星款的产品给大家 那辛苦了 再见 佳琪哥加油 会把你们卖完的 十分钟会相信我 加油 佳琪哥一定可以的 又回来了 我是李佳琪 那我们是 《时代上电团》 今天的直播还是挺开心的吧 就是我们直播间反场最快的一组嘉宾 对我们又来了 我们又来了 因为刚刚看到好多女生一直在刷屏说 赶快要时代上电团回来吧 那今天 他们用不一样的装扮 再次来到了佳琪直播间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少年与花的故事 起这个秘密真的我守了很久 真的 你知道我整个就非常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他们说 你不能跟大家分享 你任何人都不能说 你不能再次不能再次说 他们即将成为 花希子品牌大师 好开心 感觉我像花希子老款 然后看到 《时代少年团》 带援我的品牌 那种感觉 超开心 2月23号 我们《时代少年团》 会跟花希子正式官宣成为 花希子的品牌大师 东方少年遇上东方彩妆 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非常浪漫的线后 但是我比较好奇一个问题 你们是怎么样认识花希子的 我们 不在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地点 遇到花希子了 有要这么浪漫吗 当然 有这么浪漫吗 真的非常浪漫 所以是在哪一方遇到花希子的 电梯 电梯 是看我的广告吗 哈哈哈 好啦 在电梯里面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遇到了花希子 那我觉得你们应该 有跟花希子品牌接触过 那我觉得第二个 我比较好奇的问题 就是花希子在哪些地方是最打动你们的 我觉得啊 我觉得花希子对东方美的专注和支持 然后我们都挺有共鸣的 因为美的背后是不断的雕琢嘛 对 也是不断的细化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就像你们也是从小开始去学习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境内 然后表现出最好的舞台最好的作品给大家 丰富自己 是丰富自己 这个很棒 那小丁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很有自己的特色吧 很有自己的特色 结合了很多就是结合了伯大精神的一个东方文化 大考验的互动 好不好 看看我们七小之有没有比较默契的点 那我们会问大家几个问题 那我问出来问题 就给你们三秒钟的思考时间 好 你们要指出你们觉得最简单了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所以你们在别的节目玩过 那我们这一段就结束了 哈哈哈 快点笑 那第一个问题 谁平时睡的最晚 3 2 1 来 啊小兽不是最晚吗 啊 你游乐了 你这哪两个人都游乐 啊 你们三个 你们三个 所以那小兽刚刚举你的人最多 为什么你是睡的最晚的 我也不知道 那你就是这么晚在干嘛呢 他会起来吃 经历比较好啊 对对 哦我刚刚好像看到一条蛋摩说小兽很喜欢吃东西 哈哈哈 所以就是晚上很容易饿 是 就是很想吃零食还是吃 吃 吃零食 吃零食 那等一下 我家在下面给你一个零食大礼包 哇 哇 我也是 其实我也喜欢 听者有份 我说去准备零食大礼包 听者有份 哇 哇 我感觉我掉进去了一个坑 哈哈哈 然后问的问题感觉 问完了之后都要送东西给他了 好那第二个 平时你们在互相聊天的过程中 比如说微信聊天的过程中 就是谁的表情包最多 3 2 1 来 我觉得 谁的 使用对方的表情包还是 呃就是自己的表情包 大家都挺多的 我也 那你们觉得谁的表情包最有趣 有趣 他吧 我觉得小张的比较有趣 还是我不有趣 因为小张 是他自己的吗 他的 有一个小巫座 对我喜欢 哦我也吃了那个 加油 小刘可不可以模仿一下 加油 哈哈哈 加油 加油 是什么情况下我做这样的表情包 黄色卫一 啊对黄色卫一 我还有呢 应该是这个 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突然 还有斗角 哈哈哈 啊 我有用过小赫的一个表情包 你看到我是不是天天给你发那个表情包 你知道我说到什么 就是他有一次姐姐真漂亮 哦 那个 我扮到那个 聊头发 那天扮了女装 扮女装的一个表情包 那个那个表情包真的是在各个群里面都在里面 哈哈哈 是不是很想删掉 小哥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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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是 尊头的 所以每个人更都有自己很有趣的一面啊 那第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是有点重复啊 第三个问题 平时谁最爱吃 我我我我我 我也爱我 这分东西 我们家都会有零食蛋 哈哈哈 真实的问题啊 哈哈哈 都很爱吃 我那天去 他比较爱吃 吃了八盘三个鱼 他也爱吃 八盘三个鱼 他这个人四十个 他就是钱都付了反正就把他吃过了 他可以一直吃 他是四十个生蚝 他可以一直吃 四十个生蚝 对 四一排 哈哈哈 原来现在你和我的长身体是这样长的啊 难怪都这么高 今天晚上下班我要吃四个生蚝 哈哈哈 第四个问题 谁起床起的比较早 哇 马哥吧马哥 你是要负责喊他们起床吗 啊 不是吗 我说你是要平时负责喊他们起床吗 之前有啊 拖谁起床来着 拖他 拖他 所以你是美 你是就是 闹钟一想就立马弹起来那种 还是会摸很久 不会立马弹起来 立马弹起来 那种想的第一秒钟 真的 就是不会有任何的拖延 不会 哇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学习一点 我是反正闹钟想了就当他没想 哈哈哈 我可以 我立马就能把它按掉 我也是 哇 对 他有一个技能 就是别人叫了他之后 他又睡下去了 然后他就可以忘记别人叫过他 我真的 我真的完全没有这个印象 张哥的闹钟永远能叫醒我 但叫不醒他自己 嗯 那这样是不是挺讨厌的 哈哈哈 那那第五个 谁是体能担当 体力最好 我体力最好 他体力最好 你体力最好 你体力最好 我体力最好 自己体力 我体力最好 有没有在你们练习的时候 然后谁跳舞跳过最长的时间 或者练舞就练过最长的时间 大家都睡了你还在那里跳的 有没有这样的影响 都差不多 这个差不多 一起去一起去 因为大家都挺向下班的 哈哈哈 所以现在有没有很想下班的感觉 现在还没有 现在 因为今天第一天工作 不行不行 第一天工作 第一天工作就要表现好一点 毕竟老板们都在看 是不是 工作就会得病 哈哈哈 这句话 不工作就会得病 这句话 谁教你的这么小年纪 好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谁最爱分享 小克吧 他们俩 他们俩 小克跟小克 分享东西 而且还有点雷同是吧 分享什么 分享土味视频 哈哈哈哈哈哈 分享内心不太 小克天天分享吃的 我们俩分享的土味视频 不太一样 那你的是什么那一种 哎我的是哪种来讲 啊 自己分享记得不记得了 我觉得小克主要分享吃的比较多 我今天吃了四十个 吃了头 我的一般都是那种 他上次给我分享那个 对话的那种感觉的那种 土味视频 他的一般都是那种 啊 就是一个人的跟两个人的 对对对 土味视频还有分这样的等级的 我都没有发现过 那第七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谁比较爱耍帅 你们觉得 耍帅 耍帅 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 张哥 我吧 张哥今天你就 我吧 我觉得我挺爱 我不是耍帅 他就是耍帅 哈哈哈 我没有故意的 主会计划看多了 原来是这样的啊 我没有故意去刻意 我没有去刻意的 就是就是帅 也不会太刻意了 我觉得也不是没个单 我们的时代算定团们 确实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帅很帅 非常非常的棒 那我觉得大家默契都非常非常的好啊 那你们应该知道花西子在今年是成立了第四周年 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推出到了花西子的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单品 就是我们四周年限定的叫做百年好和 所以你们看到这下一个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样 寓意很好 百年好和 百年好和 哇哦 很厉害 谐音梗哦 百年好和百年好和的感觉 那想法呢 我感觉就是那个陶瓷吧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对 分量很多 各位啊 是很重对不对 真的啊 东西可多了 哇哦 寓意非常好 感觉都是李佳琪啊 七个李佳琪同事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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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女生准备好了吗 哈哈哈 所有妹妹们 哈哈哈 感觉 为什么你们模仿我的感觉 我自己本身是这样子的 所有女生你们准备好了吗 有人要再唱戏 哦 所以里面会有到我们的一套沙子 对 哇哦 天呐 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带来的陶瓷口红 哇 这个非常有细节 这上面有花纹 是 而且跟你们可能一般瓶子的孔都不一样 它是一个特殊材质 就是陶瓷材质 对 是的 它里面好像还是有客内的东西 对 客内有那个 是的 上面会有到雕花的小鞋 有一次猜他的色号可把我猜的 猜色 哎我 哦这个还没有关切 哈哈哈 好我说的啊 老板 哈哈哈 然后里面还有哦 我跟你说这个很厉害 这个是我直播间都没有就是露出过的 最新款的限量款陶瓷系列的蜜粉笔 跟陶瓷系列的气垫 嗯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它的顶片都是陶瓷的 哇哦 就是很有中国风特色的感觉 是的 很高级 是所以美们这一次 大家一定要多多期待 2月23号 花西子跟时代少年团的一个官宣 然后我们这个妆脸 里面会有到非常非常多的宝贝单品 都是我们陶瓷定制版的 有口红 有气垫 有蜜粉笔 以及我们的一个套刷给大家 那所有女生 美们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花西子 我每次出去 无论是拍摄还是做活动 我都会天天用她们家蜜粉笔 就是直接补妆 补很多次完全没有这个 非常方便 下个就是补妆她不会厚 所以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好不好 那所有女生 接下来我要给她们出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因为我特别特别的爱刁难她们 没有没有 爱刁难 就是让你们大雪姨 挑战 对挑战挑战 不能说刁难就挑战 首先第一个颜色 我会画212号色 就这个颜色 我的2发音有点像乌鸦 就是呱呱 就是这么感觉 212看一下 就这个颜色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非常好看 这个颜色也是佳琪的清选色 这是212号色 然后第二个 然后这个是414号色 这个要深一点看起来 深一点点 那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是 都是红色的口红 这个表演 那我帮你先把李哥拿一下 这非常的聪明 去吧 那 如果 让你们从中间选一支 你们要推荐给你们的粉丝 你们会选哪一支口红 哪个颜色 我喜欢上面那个 我也喜欢212 我们就是一句话一个理由 一个一个人一句理由好不好 小马 212吧 上面这个 212看起来比较活力 212看起来比较活力 是的小金钢 我也觉得 你也选212号色 小宋 你说 更年轻 哈哈哈 那你的意思是说414 没有 是另外一种年轻 一个是很很活力 一个是很沉稳的感觉 哦厉害厉害 有做过准备的 那小宋 我觉得是 那先看一下 212414 上面这个是个姐姐粉 上面这个是个妈妈粉 哈哈哈 你都帮他们一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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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那我们小刘 我觉得 212吧 212 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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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喜欢 所以你要选414 我就选414 好414 其实是一支中 中红掉点女人 这比较适合于 就是可能比较 比较酷酷 或者中心的女孩子去 对比较气场 就是模式 那小张你呢 我肯定也喜欢414 哇 哇 太好了 因为我觉得 我跟一样文一样 比较喜欢沉稳的颜色 哦比较喜欢沉稳一点的颜色 这时候还不如直接张飞三连 俺也一样 俺也一样 我感觉就是小颜非常非常的纠结 他一直在认真的看这两个颜色 但是不知道该挑哪个颜色 都要吧大家 都要 但必须要选一支的话 哦 你会更喜欢哪个颜色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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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212 我414吧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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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吗 就是试一试吗 哈哈哈 就是有212的也可以 我也说今天是414 414和试一试 你们买回去试一试的感觉 试四这么次啊 下次如果我有什么就是产品不知道该怎么卖我 阿姨阿姨 那呃 最后因为今天真的是太晚了 因为让你们来了两次相当于 所以我们在最后可不可以 就是来一个挑战 用你们每个人的名字的一个字 做我们今天的直播的一个祝福结尾 ok 好吧来吧来吧 好那我们准备咯321开始好 祝大家齐开得胜齐开得胜 祝大家新的一年今天开心 祝大家新年冲鸭 新年冲鸭 厉害厉害 祝大家流年大吉 那我就祝大家 合家团圆 祝大家吉祥如意 那我就祝大家 喜福临门吧 厉害厉害 就是谐语诊的才华 很异的选手啊 好了那今天所有女生嘉琪 就祝各位少年团们 你们请先设计 然后希望在阿里亚一年 以及未来的时间里面 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好的作品 以及好的一些音乐好不好 那也同样感谢时代少年团的妹妹们 来加持直播间玩 那今天真的时间的原因 我们不能耽误他们太久的一个 所以今天很遗憾我们的直播 就要到这里了 那等下我会带过花锡的陶子孔 更运朋友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那所有女生 谢谢时代少年团 谢谢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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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可能抢的是一万分 你可以 我相信你可以 辛苦辛苦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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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 厉害 谢谢大家我们上次再见 拜拜 辛苦了 那我们下集头讲给妈妈 那一天